好的 就是它了 不用喝了 漂亮 反转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皇家实验室 我是依凡 今天咱们不测吃的 不测用的 咱们来测点不一样的 直接来测一波 人 确切地说我们今天要测的是你我的味觉 用什么方法测呢 诶 一定认识 这两种可乐 它们有什么特别呢 这就要引出一个终极问题 人真的能靠味觉分出可口可乐 和百事可乐吗 你觉得呢 这是百事可乐的配方 上面有百事创始人 科尔贝·布莱德汉姆向法院做出的声明 声明配方是完全真实的 根据这份配方 百事可乐中98.32%是糖和水 只有剩下的百分之一点几 含有各种天涯剂 而可口可乐的配方 虽然被传为最高级米 但依然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这份配方 据传是一位记者在整理可口可乐 当案是找到的 根据这份配方 可口可乐99%左右也是糖和水 并且添加剂使用也和百事差不多 两者的区别仅有百分之一点几 甚至零点几 大家真的能品尝出来吗 最关心这些细微差别的还不是我们 是后进者百事 为了证明自己不比可口可乐差 百事组织了一场盲测 证明在没有标签的情况下 更多的人选择了百事可乐 其他人信不信我不知道 但可口可乐显然是当真了 他们很快推出了更甜的新可乐 对此可口可乐的粉丝给出了热烈的回应 他们把这些可乐直接倒在了马路上 浪费行为不可取 不喜欢可以抽马桶 为了回答味觉是否能分辨不同的可乐 我账目了几十名爱喝可乐的挑战者 看看他们长期训练的味蕾 是不是能分辨出每一种可乐之间的细微差别 美味挑战者会拿到三杯饮料 他们要在可口和百事中挑选一种来辨别 我会给一杯他自己选择品牌的可乐 和另外两杯另一种品牌的可乐 让他们品尝后 把认为正确的编号填在表格里 大家猜他们能一口喝出自己中爱的品牌吗 诶 这结果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刚刚测试了不到20人 就有两三人七轮全部答对了 按概率来说 七轮随机猜对概率是万分之二左右 所以他们肯定不是通过乱猜猜对的 我们看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吧 其实我觉得常常喝一种可乐的话 也不算真的 对另外一种的味道会比较敏感 百事有很浓的那种 我不知道算是什么糖浆的味道 反正我一闻就能闻出来 能很明显的区别出来 它的甜和 我觉得和可乐的甜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百事那个里面好像有一点点就是 像中药的味道 所以我喝出两个名味道一样的 然后那个味道不一样的一定就是可乐 采访了几位正确率高的挑战者 我们发现他们使用了一种策略 假如他们平时喝可口可乐多 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百事 反向操作了属于是 果然高手在民间 所以我决定在后续的策略中增加难度 加入一个干扰项 我买了劳山天府焚黄这三种国产可乐 在后续策略中 除了百事和可口 还会从这三种品牌中任选一种 替换掉原来两倍中相同品牌中的一杯 这样每位挑战者面前的可乐就变成了 百事可口和随机国产品牌 再看看会是怎样的结果 又出乎我们的意料 国产可乐的味道 跟百事和可口相差甚远 增加了随机干扰项看似增加的难度 然而对于味觉一般的人来说 反而是降低了难度 通过嗅觉 他们首先就能排出一个国产可乐 剩下在两杯可口和百事中 随机猜对的概率反而更高 这会让我们的测试结果出现大逆转吗 我们接着看 一晃然后一闻的话 它的那个气味要 比那个百事的要冲一点 那就是感觉是相反的 看来呀通过嗅觉方法 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 有些人依然没法分辨 来看一下最终结果 我们一共测试了46位挑战者 其中不添加干扰项的28位 添加干扰项的18位 达对5轮和5轮以上的一共14位 这14位中有干扰项和没有干扰项的各占一半 再看看七轮全对的 这就很有意思了 七轮全对的清一色 全都是没有干扰项的 那么这个数据真的就是全部答案吗 我们发现在全答错的问卷里 干扰项组的有三人 这其中有两人七轮都选择了同一种可乐 虽然跟他选择的品源不同 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他们对这两种可乐的味道本身能够做出区分 只是没能对应上具体的品牌 因此我认为这两人也应该被划分到 能够分辨两种品牌的人群中 这样我们计算一下在这46人中 能够完全区别两种可乐的人 一共有7人占总体的15.2% 再按带不带干扰项算一下 不带干扰项的测试人群中 全部分辨出的有27.76% 带干扰项能全分辨出的有7.14% 在增加了干扰项之后 成功分辨7轮可乐的人数比例大幅下降 那么对于没有干扰项的人 是否真的能依靠味觉做出判断呢 这就得打一个问好了 最后说一下我们的看法 从我们的测试结果来看 人群中的确有一些天赋异禀的人 也就是在这曲线的两头的人 他们味觉比普通人更加灵敏 能够分辨出更细微的味道和气味的差别 但如果放大到整个人群 这类人应该是少数不具有普遍性 OK 不知道我们这次的测试 能不能成为可乐分辨话题的终结者 怎么样 和大家想的结果一样吗 用硬核态度做有料评测 这里是皇家实验室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选一个 干了 哎呀 82年了 辣份儿 是不是都是可口